魔兽世界怀旧服哪些人能免费转服?高玩神预测怀旧服玩家数量,算下来,从8月27日开服到今天,魔兽世界怀旧服国服已经新增了超过10多组新服务器。 9月3日,魔兽世界国服官方再次发布了服务器新增公告,同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将为玩家提供免费的角色定向转移服务。 但是各位也别高兴太早,这项福利并不是针对所有怀旧服玩家而提供的。 根据官方的说明,免费转服的福利,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高负载的服务器。 有魔兽世界百度贴吧以及NGA的几位高玩用大数据进行了一番论证,最后预估出目前魔兽世界怀旧服一个服务器的承载上线人数大概在1.5万人,所有的服务器的在线人数加起来大概是在60万左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